知道今天是甚麼特別的日子嗎 今天是總會所定的一個叫主日學奉獻主日 主日學 我們家有沒有主日學 有 主日學都是屬於哪一個年齡層的 國小1年級到6年級 總會定這個主日學 紀念主日 然後也是我們彰化中會定的一個教育部 主日教育部 所以這個主日學是我們教會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有兒童主日學 但是教會裡面不是只有主日學而已 但是今天這個主日剛好是一個總會在呼籲關心 兒童主日學這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所以呢 我們特別在這個主日當中 台語禮拜有兒童憲施 那我們懷疑禮拜就 主日學就沒有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一起來呼籲 有的人會認為說 那這個主日的話 我們當中 有結婚的人棘手 有結婚的有孩子的棘手 這只有三個人而已 那其他我們是不是不用禮拜了 我們不用聽 因為 這是主日學的 主日學的施工啊 我們都沒有孩子 我們需要關心嘛 今天在場每一個人都需要一起來關心 因為 有可能你的 你的親戚當中有沒有人有 小朋友 有 有 有一天你也會結婚 你也會有小朋友 所以這個觀念我們要在聖經裡面 一起來確認 想想看我們再多久可以過聖誕節 再多久過聖誕節 好像大家都不敢肯定 聖誕節是幾月 12月對不對 12月底啊 OK 再兩個月我們就要過聖誕節 有一對夫婦他們在商量說 聖誕節到了時候要送什麼禮物給他的 兒子 好 所以這天夫妻他們就商量商量商量 這個當太太的就想說 我們的兒子呢 有一個衣櫃裡面的衣服 那麼多了 衣服很多了 然後又一箱的玩具 他呢 還有很多 那些運動器程 小朋友玩的東西 還有一台 小朋友學的講大聲 他好像都有了 玩具什麼都有 衣服什麼都有了 他要送什麼東西 給他當聖誕禮物 那這個爸爸呢 當爸爸呢 就做先生的 他就說 我能夠給一個 什麼都有的孩子 什麼禮物呢 我能夠給一個 已經什麼都有的孩子 什麼樣的禮物呢 我不曉得我們 也沒有這樣的感觸 可能我們當作有的人會想說 我可能沒有那個 這個小朋友那麼幸福 我小時候什麼都玩具都沒有 我可能沒有那麼多衣服 可能我什麼都 都沒有那麼好吧 好 那我要想另 牧師要讓我們想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今天很多人的家庭 是 不知道送什麼東西 家長要送什麼東西 給小朋友 因為他覺得他什麼都有了 他玩具也有了 那衣服也有了 吃的東西都有了 還有什麼東西 可以送給他呢 牧師要讓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我們要送什麼東西 給一無所有的小孩子 一無所有 你想想看 一個小朋友來到這個世上 他是不是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什麼都沒有啊 對啊 雙手共共來到這個世間 剛剛生出來 今天早上台語禮拜當中 還有一個 剛生出來不久的小baby 包來教會 我們為他祝福啊 小孩子來到這個世界 他是什麼都有 一無所有 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們可以給他東西啊 對不對 我們給他好的東西 他就學到好的東西 我們給他不好的東西 他學到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想想看 上帝 選招以色列百姓的時候 上帝是不是要 以色列百姓 在上帝的 這個民主才會很強盛 因為太太人非常強盛的原因 他們非常注重教育 教導 那我們今天在台灣 台灣活在這個 縣市 21世紀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 我們一起來 從聖經裡面來想想看 如果 我們有機會的話 我們要給我們的 下一袋什麼東西 有可能 我們會想很久 那我們要去從聖經裡面 來探討 到底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先想 聖經怎麼樣告訴我們 那我們一起來學習 相信我們會從 從中當中得到很大的幫助跟利益 第一個 牧師要跟我們一起來想一個事情 我們需要給孩子教導 給孩子教導 這非常重要 教導 你想想看一個小朋友 光溜溜的來到這個世界上 然後開始會長大 成長 那他學習什麼 他學習的功課多了 他學習怎麼穿衣服 他第一次知道他怎麼穿衣服 扣子怎麼扣 小朋友那個國小的 幼稚園的還不會扣 這個扣子扣錯了 衣服皺皺的 所以他學怎麼樣穿衣服 還要怎麼樣摔牙 父母親要教他怎麼樣摔牙 怎麼穿鞋子 這鞋子有左右不一樣 他要分辨 他才不會穿錯 慢慢的大了還要覺得怎麼樣子來擋那個鞋帶 他學的東西很多 包括吃飯怎麼樣拿碗 怎麼樣拿筷子 父母親都要一教他 因為他什麼都不會 所以教導在一個 海蟲成長的生命過程當中 是一個必須的 在這個階段當中 父親給的是什麼 他以後將來生活的必須技能 跟他生活有關係對不對 他如果不會拿筷子不會拿碗 不會穿衣服什麼不會刷牙什麼都不會 他現在生活上 起碼生活上會遇到困難 所以這是生活上的 技能他必須要為 父親教他 然後這些教完之後 還要教其他的 價值觀 怎麼對待 這個東西 慢慢的 所以你看一個小朋友要學習教導的東西 非常的多 千千萬萬的事情 非常多 有人會認為說 小朋友長大以後什麼都會 沒有教他什麼都會嗎 不會喔 所以 我覺得 我們在家庭裡面 父母親 就是雜輩 同事 同伴 同學 我們都有那個責任 彼此互相教導 彼此互相教導 不是要這就是要 那我們 要我們要學習的另外一個在教導之下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迫切性 迫切性 什麼叫迫切性 就是有時間性 要馬上要快 教導要快 你想想看 小朋友成長快不快 很快 國小1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6年級 就叫他國中去 一直上去了 所以在這個成長的階段當中我們沒有迫切性的教導的話 等到那個學習年現在過了 我們要讓他學到更多東西就很困難 非常困難 所以學習教導要有迫切性 那今天的聖經節在真言22章第6節說 有一段聖經節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道老 他也不偏离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注意喔 聖經這個地方還沒有告訴我們說 教導他 想走的道 不是喔 不是他想走的道 聖經告訴我們說 教導他走當行的道 當行 就是他應該這樣行 不是他 想怎麼走 想怎麼行的道 不是 那他太危險了 對不對 每一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喜好啊 他高興怎樣就怎樣 哇那將來就非常 非常困難 非常大 所以 這個教導是非常重要的 前不久 在台中有一個命案叫做 郭奇男 那個兇手現在已經出來投案了 這個兇手叫做廖國豪 才18歲而已 18歲而已 他已經成為殺手了 出來投案的時候 他告訴警方 他說 他台灣的教育害了我 我是很早就被老師放棄了一群 我是那個 很早就被老師放棄了一群人當中的一位 你知道這個廖國豪 他小時候 他的爸爸媽媽就離婚了 然後爸爸又吸毒 經常出入監獄 所以他的爸爸媽媽的婚禮就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教導 他的爸爸吸毒又是一個錯誤的教導 然後 廖國豪小時候跟誰住 因為爸爸媽媽離婚了 爸爸也常常被抓去管 所以跟 祖父祖母住在一起 祖父祖母養他 祖父祖母照顧他 那祖父祖母呢 你看 他在做什麼行業呢 做一種非常不正當的 飲食行業 這個飲食行業裡面有不正當的 的女人在那邊出入 你看 那麼小小的國小階段 這個廖國豪就經常在 阿公阿嬤經營的這個店裡面出入 他看到一些不正 不正經的女人在那邊出入 你想想看他會 他會學到什麼東西 所以當他阿公阿嬤又沒有正確的教導 哇你看 爸爸媽媽爸爸 祖父祖母 還有老師 老師看這些放油班的 出在你去啊 教導你有沒有 你們都不讀書啊 停在那邊玩嬉鬧打架 老師也放棄了 所以你看 整個周圍的環境 沒有正確的教導 所以 越走越偏越走越偏 到最後 成為教頭殺手 所以我們通過 這樣的例子 我們在想說 一個孩童的成長 父母其實占絕大部分的責任 再來就是 師長 學校的老師 教導你